我们用CHARGE V 然后他帮我写一个 其实不用讲太多 我本来还要讲说 猜数字 数字介于1到20之间 然后可能还要什么判断 然后逻辑什么什么 不用我发现好像就跟他讲 除非他不懂 你在补充 或者是说 你逗点后面可以给一个实际的范例 大概要什么东西 他会比较清楚 如果没有 他其实都懂 所以当然可以 以下是猜数游戏 数字范围在1到20之间 然后再写出来 不过第一次写出来的话 他有一些我不喜欢的 DIFF 所以我底下就给他讲说 我不要DIFF 他马上知道我不要DIFF 但是他又给他一个TRY 我不要TRY 所以底下我又给他不要穿 他要懂了 我觉得他OK 只是说有些地方你不会预测 他写什么 不过你会发现他一样用法 那你说老师那画有TRY跟画一碗一样 一模一样啊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你不写画有TRY 对对对没错 因为我的写 没有人喜欢多打程式 能够越短越好 所以你打 true 跟你打 e 的结果会一模一样 那当然我就打 e 会不会不一样 其实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在任何程式里面 true 可以用 e 代替 force 可以用 0 代替 也蛮好理解的 所以很多开关上面都有 0 跟 1 开跟关 都很好理解 所以可以把这段程式复制一下 然后就直接贴到 我们的这个 spider 里面 然后贴上 大概看一下 其实好像也不会差太多 我觉得其实好像程式 虽然那个变数名帧不一样 但是其他都差不多 那有哪一些是不太一样的 主要就是第一个他用 random int 那我用的是 random range 其实 random int 也可以 只是 int 它的叙述方法就是 1 0.20 那 random range 的话就是 1 0.21 至于你喜欢用哪一个 你就用哪一个 因为我的习惯用 range 就用 range 或者因为已经习惯那个逻辑了 你突然又要再去记一个可能你又不熟悉的逻辑 那你不如干脆用一样的 这是我的想法 然后底下的话就会 它先 print 所以它这个地方是 这个 print 的意思就是说 它只是一个提醒 然后再来的话 input 所以它这个 input 跟我一样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我刚刚是用 file true 那这边的话是用 file e 一样的道理 你猜测的是或者你要猜的数字 输入之后底下做逻辑判断 OK 它这边一样累加 不过这个累加好像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并没有限制它猜的次数 它共猜了几次 所以它其实是多余的 因为我并没有要它记录猜的次数 所以如果你想这不要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把这个变数跟这个累加 其实删掉是无害的 没关系 只是它多做了 所以最后我们来乱乱看 好像也差不多 else 请输入 所以它有一个防呆机制 就是如果它输入什么 一个非数字的资料的话 它会直接跳到这边来 OK 所以它这也是蛮细的 所以你的猜测 假设输入十看 end 猜的数字太大 太大的话 那就是小一点 那5好了 好厉害 两次就猜对了 OK 有没有 所以其实 它其实就是多了一个这个猜的次数 OK 所以其实差不多了 你们自己再比较看看 但它多了一个衣服 那else 这边又多了一个衣服 所以它变成两重判断 所以它变成两重判断 至于需不需要呢 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再评估看看 它这边多一个 这个应该是做一个什么 防呆机制 那也无妨 不过就是 差不多意思 最后的话 我是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说底下在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改成什么 最多只能拆三次 因为它其实上下是连贯的 当然未来如果你token不够的话 它上下就不连贯 它会忘掉你上面的东西 所以它可能不知道什么最多拆三 但是因为我们有连贯 这就不要超过 大概如果中文的话 应该不要超过两千次 不然的话会有断掉的危险 或者它可能会跳说请购买 对 它应该会一直跳plus版本 不然如果你脑坡弱的话 按下去申请 不然你脑坡弱 对 不过我是觉得 这个投资应该也是值得 底下的话就是 他帮你做了一个 只能拆三次 我看一下 这个程式的话贴过来应该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再开一个新的线 然后跑一下 看看能不能真的只有拆三次 如果可以的话 真的是太棒了 我随便拆了 我一下都拆10 再拆10 两次 三次 好了三次应该就 很遗憾 你没有猜对 而且正确的还帮我把它放在后面 哇 简直太棒了 那你干嘛学 哈哈哈 不过不能这样讲 因为你比较看懂细节 对 因为我一直强调 虽然有challivity 但不表示 你就不用再学习 只是说你的学习重点 就不是在以前的那些填鸭 或者是印记 或者是不断出来练习 而是应该要知道怎么跟challivity溝通 然后如果发现错误 你要如何快速的准错 这一点我觉得反而更重要 然后自己再去改 甚至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猜数字游戏 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这个这个 对对 这个就难了 这个可能就四个数字 那当然你也不要挤 就是四个数字 你可以先两个数字看看 如果两个数字也猜对的话 那当然就延伸 应该就不困难了 OK 请各位试一下这个部分